诸位大人 高礼两寨泄斗 虽然没有搞出人命 但是如果不进行调解 很可能就酿成大事啊 你们有什么建议啊 不是大人派下官上阵 我去 大人 湖县百姓已受天灾 怎可再受人祸肆虐 我是没湖县的县令总罗 我主管 司法 请 这个时候 我不出头 谁出头 县尊大人 徐伯仪请命上山 好 就请徐县城专门负责此日 殿尸大人 库克请领毛太子十张 莲石纸十张 宣纸二十张 竹纸一刀 领燕台三副 莫定十枚 毛笔十枝 来 谢大人 殿尸大人 收发房请领新炭两弹 铁皮水壶一致 谢谢大人 谢谢大人 别说大人 那个 老母重病 预知新风二两 王主部已经批准了 别 别说 老总 谢谢大人 先架空了我的门 再架空我的拳 来 叶叔吏 过来 卑职在 本官除了文艺出纳 主要掌管的是 击捕和监狱的事 今儿都已经一上午了 怎么没有一件事情 是关于击捕和监狱之事的 莫非胡县的治安 已经好到 路不时宜了吗 这个 大人 您没有到任之前 县城大人下了手谕 吩咐 但凡关系到 吉捕 监狱等司法之事 必须报到他那儿去 如果没有县城大人 签署的守令 任何人不得擅自处断 否则 严加惩处 大概是因为 大人您当时还未上任 县城大人才有此吩咐 只是 如今县城大人 还没有撤销命令 被指 县城这个命令 可是守谕啊 是啊 拿它给我瞧瞧 大人 大人 县城大人这守谕行文 应该归大 行了 别废话了 你放心 过两日我便还给你 哎 这 这 慌礼慌张的干什么 离不头 离不头 徐县城被李家寨的人给扣起来了 快去禀报支县大人 迟了 空有性命之忧啊 快去报告换支县 徐县城被李家寨的人给抓了 快 是 是 这如此慌张 出什么事了 这下好像听他们在喊什么 好像是县城大人被李家寨抓起来了 本官家里刚刚来人送信说 本官的四夫人突然不是 本官得回去看看去 嗯 嗯 小人明白 睡 睡啊 怎么把人给扣了呢 支县大人 据说县城大人上山调停 双方起初还算客气 可是一涉及到水源分配问题 双方就各自一丝互不相让了 徐县城提出均分用水 两债都不干了 李家寨说他们寨子的人多 高家寨说他们的地多 那就一个寨子用半天总可以吧 徐县城也是这么说的 可是 可是 可是又怎么样啊 可是高家寨说了 李家寨外出务工的人多 不像他们高家寨全靠务农 这么分他们就吃亏了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珍珍岂有此理 是啊 县城老爷也说岂有此理 还说 如果不按时调停 就把双方债主的首领 及所有参加卸斗的人 全都抓起来 这结果 徐县城 就被李家寨的人给扣起来了 王主播 大人 王主部的四分人患了急症 无限没有良医 王主部已经带着四分人 去同学府请免疫诊治去了 这老混蛋 这老狐狸 你速去请叶剑士 就说本县找他与钥匙商议 是 你们这些无法无天的刁民 竟敢扣押朝廷命官 我告诉你们 李柏昊 你个狂卑无耻之蠢才 你知道吗 扣押朝廷命官如同谋反 我告诉你 你赶紧悬崖勒 徐伯仪 你少他娘的下老子 没有水 我李家寨就没有了活路 几千口子人横竖是个死 我烧你一起上路又何妨 少斋主 高家寨的人打进来了 他们打进来了 他也打进来了 几间人马给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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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走 大人 叶典使说了 如果大人需要一些文艺用品 只管知会一声就行 至于其他的事情 由于县城大人 已经提前吩咐过了 典使老爷没有权利 所以还请执仙老爷自行决断吧 这混蛋 本官叫他他敢不来 大人 叶典使还说了 在其位而无其权 就是不在其位 不在其位则谋其政 就是乱续语法 所以他也不敢领命啊 行了行了行了 行行行行 我官的第一药益 就是要能忍 你不来见我 我去见你行吧 这半年功夫 我现在文艺这一颗 光毛笔就消耗了一百八十只 是这胡县的行科公物太繁忙了 还是因为你们买的毛笔都是蚕刺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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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蚕刺品啊 县尊大佬爷来了 好 当然您可是一线父母百里至尊 有什么事情通报一声就行了 怎么会屈身来此啊 为官者必须礼贤下事 平衣尽人 本县身为一线父母 只有放得下身段 才能替察民情 是 你们先出去 我跟夜点史聊聊天 李建武 老公 你给我听着 你们李家寨打伤我们高家寨十几号人 这事不能这么算了 今天你要不乖乖地下来跟我跪地道歉 老子就铲拼你们高家寨 光阳 截断水源的事情老子还没跟你算账 你还敢跑到李家寨来撒野 信不信老子让你有来无回 李建武 有种你给我下来 连他娘的当苏头乌龟 算什么男人 高阳 有种你上来 光说不略 也不怕闪了舌头 有种你给我下来 有种你上来 你上来 就算什么之后 你怎么发现抚纯总 我来自说 我給你盯上 你来说 好 我来说 谁想到这帮山野村民目无国法 惊人 爹 要不我带人冲上去 冲什么冲 这李家寨 地势险要 南宫一手 你能冲得上去吗 爹 可 可我们一直在这儿 也不是个办法呀 他们要是一直不下来 我们将在这儿 怎么办 你动个屁 老子在等他们先下手 爹 我怎么越听越糊涂 这徐县城不是还在他们手里吗 对于他们来说 虽是个凭证 但也是个烫手山鱼 只要他们先动手 咱们这屎盆子 想怎么扣就怎么扣 李建武 你就像个缩头乌龟一样 不敢下来是吧 好 来啊 就地安营扎寨 监防死守 但凡有李家寨的人出来 割杀勿论 是 是 这件事 还是得你亲自出门 大人您有所不知 下官处理了事物之后才发现 原来徐县城已经发话了 出文艺之物交由下官管理 其他一切事物 下官均不得插手 如今下官已是不在其位 难谋其政啊 也点是 这都是误会 误会 当初啊 你还没有上任 那徐县城呢 他不法之徒啊 乘机 循私枉法 所以呢 才下令 一切案件由他处理 这个也是 权宜之计 原来如此 就是如此啊 爹 高家带这帮砸碎 亲人太甚 让我带人教训教训他们吧 不行 爹 我们扣了姓徐的那个县城 已经是理亏 如果再先动手 就没有翻本的机会了 那爹的意思是 等 等高家带的人先动手 到时候我们就说 那徐伯仪调停的时候 偏袒高家带 高家带的人有恃无恐 咄咄逼人 我们李家寨是被迫自保 本县现在就下令 既然你已到任了 那么一切由你该负责的事情 全部交由你处理 大人英明 如今高黎两债纠纷 特别是那李家寨的人 竟然扣押了朝廷命官 目无国法 你身为典史 主要负责本贤治安 这件事责无庞贷呀 大人 下官有心无力呀 也真是 现在有人无法无天 扣押朝廷命官 你身为本县典史 怎么能一再推托呢 大人有所不知 非是下官推托 下官想要办案 总得有人用吧 可如今呢 下官得力的部下 都被调走了 现在的 掌房梳立 是原来管仓库的 而三班捕头呢 又是收发房的 只要你答应此事 你典史房要用谁 马上就给你派过去 大人 此言当真 大丈夫 一言即出 司马难追 好 只要大人 能够把下官 享用的人调回 下官 即刻上山 好 大人 这个高家寨不是来找晦气的吗 怎么不肯动手啊 等什么呢 你以为 这高厘两家寨主啊 就是两只老狐狸 你以为他们真的想动手啊 他们呢 是在等待朝廷 派一个人来调停 大哥 这什么地儿 骑不了马 做不了轿 老师我牵头驴来啊 这破道怎么走啊 来这么晚 废话还多 赶紧的 你求我办事 你还这态度 你求我办事 没事大哥 知道了 高雅 我是来找你的 不要射箭 不要飞刀 我是你的好同学 罗大亨 怕着吧 走啊 走吧 走 狐献殿使叶小天 见过高寨主 其实呢 本官这次来 叶大人 如果您是来讲和的 还请您免开金口 这李家寨 抢水伤了我的人 还扣押朝廷命官 于公于私 我都不会放过他们 高寨主啊 您误会了 李家寨 挑起蟹豆在前 扣押朝廷命官在后 如此恶行 本官又怎么会 给他们说情呢 哦 那既然 叶大人不是来替 李家寨讲情的 那干吗 要来淌这滩浑水啊 高寨主 这湖县大汉 李家寨挑起事端 造成高家寨 蒙受了损失 您寒然出兵 想必不想让人认为 是你高家寨 判了李家寨 可是以老寨主您的胸襟 您又怎是有仇必报之人 如今 高家寨围着李家寨 如今 高家寨围着李家寨 倒是李家寨 归缩不敢出兵 我想这个面子 您已经争回来了 可是 如果继续僵持下去 把李家寨给逼急了 双方打起来 那死伤总是难免的 您说呢 他叫叶晓天 他叫叶晓天 也是点石 怎么跟爱点石 长得一模一样啊 世界之大无稽不有啊 还给我也不明白 你平常跟李国昊 打打当到玩玩闹闹就算了 你这次闹这么大 让我退兵 成 但是水 我绝对不会让 要不然 我怎么向我的债民们交代 我何以服众 高债主 那这事咱们暂且不提 可是扣押了徐县城 这徐县城可是朝廷命官 倘若处置不当的话 必成大祸 高债主需要服众 朝廷同样需要服众啊 那个什么狗屁徐县城 他又不是我们扣下来的 这个我当然知道 可是 如果高债主不退兵的话 本官两手空空 怎好向李家寨讨人哪 这水是从你家过 是要放流还是截断 不是高债主一句话的事吗 好 那老夫撤兵 是 你可别像那个姓徐的一样 来蒙骗老夫 如果是那样 老夫也绝对不会放过你 高债主 深明大义 本官 感激不尽 撤 全部回高家店 是 去 开门 是 是你 是否是 是否官兵来了 不是 罗训建 是否代一大队官兵来了 不 快快快 快给本官放开 我告诉你 我要让 我要踏平这里 我要让这些人误入我的暴民 都受到惩罚 徐大人这脑子 莫非和本官的脚趾头一样 是用来走路的 什么意思 这里一家寨三千多人 你要掉罗勋捡的兵上来 你怎么想的 管兵没来 那 那你怎么来这里了 还不是因为徐大人 您被绑在这儿啊 做调停人做到您这份上 这是头一回见 你放了本官啊 把本官放开啊 你放开 放开本官 咬点 咬点 给本官一口水也行啊 看到没 高家寨的人撤了 我知道 我早就知道他们会灰溜溜地滚回山上去 直到个屁 你知道他们为什么撤呀 那是因为和官府达成了协议 他们和官府达成了什么协议 我跟你讲啊 你们是不是抓了徐县城 不错 那狗官一味地偏袒高家寨 还想把我抓回去问罪 老子不扣他扣谁 大哥 你动动脑子 高黎两家争水 本身井水不犯河水的事 但现在你把徐先生给抓了 那不得罪了朝廷吗 你少在这儿给我危言耸听 我没有没杀那个姓徐的 那朝廷还会对我李家寨兴尸动众不成 那是朝廷的命官 你们想抓就抓 想放就放啊 我问你 你们李家寨多大的地方 万一这高家寨的人和朝廷 他们在一块儿 一个从下往上打 一个从上往下攻 我 怎么 这 我好咱俩是同双 我这是在救你 你看 那他们既然想勾结起来 对付我李家寨 那夜点史又跑来见我爹做什么 先礼猴兵啊 郑家 如果你们再执迷不悟 他们只能先发病了 你们现在扣了人家徐县城 有利也便没理了 那你说 我们应该怎么办 这样 本身这个水 就是经过高家寨的 先让他们回去 你们先把徐县城给放了 其他问题 让朝廷去解决 这 你想想 朝廷 不能看着你们李家寨 饿死可死吧 如果时间久了 朝廷还没有做法的话 你们再有什么过激的行为 不过分吧 不错 我这就跟我爹去说 李寨主 请放心 关于水源一事 本官 对于李家寨还有高家寨 都不会做任何的偏袋 爹 李寨主 你应该马上释放徐县城 接下来呢 我想请令公子 与本官 一同回到县城 和高家寨排来的人 三方协商拿出一个 两全其美的办法 叶大人如此处心积虑 不会是想骗我儿去县里做人质吧 本官代表的是朝廷 又不是陆林大盗 说的是 好 我答应你 不过你要是敢骗我 如果本官刚才所言 有骗子虚假 天打为辟 好 以言为定 以言为定 对了 其实这个徐县城呢 是好心办错事了 他刚刚在底下跟我说了 这次回去呢 他会亲自 涉谈其语 这老天爷一天不下雨 他就一天不吃饭 绝食 正好 定公子去了 也可以一起做个见证 爹 我负责监督他 凯 快 上水 水水水山水水 快快快快 够 够 够 徐大人啊 李寨主呢宽宏大量 他已经原谅你了 你现在就跟我一起下山吧 姓徐大 你真是有一个好部下呀 要不是夜巅室再三解劝 老夫又听说你以许诺 要在县衙门前绝食其语 老夫 绝不会轻易放你离开的 确实其语 姓徐大 你这是什么意思 莫非 这只是你为了下山 有意宽骗老夫吗 不不不不不 君子一言 司马难追 再说 我身为一线县城 我说过的话 我承诺的 肯定兑现 我这就去 涉谈 继续 有点事儿 今天我是看你的面子 我把人放了 可这汗情未解 你们如果不能尽快拿出一个办法来 我李某人 也是绝不会坐以待毙的 李寨主 您放心吧 他还不快赴本馆起来 叶小天 绝食其语 怎么回事儿 绝食其语 怎么回事儿 徐大人你还别不信 你知道吗 我这是到处跟人讲 说徐大人呢 是担心灾民 所以呢 才情急之下 做出这些不合适的举措 我还说呀 大人此次归去 定会涉谈求语 以示诚意 就这 人家李寨主才放你出来 不然的话 你还在李家寨被绑着呢 你 你不信啊 你不信 来 周班头 烧寨主都在那儿 你问问人家 要不是叶点使 你现在还在我山寨关着呢 那可不 我说县城大人 点使大人说的一点都不假 你可不要误会呀 哎 你闭嘴 叶小天 我大红线是没人了吗 你怎么把那杂役 还有这管仓库都给带来了 徐大人您哪 在这寨子 被绑的时间太久 所以您还不太知道 这个知县大老爷呢 觉得之前啊 徐大人您对于 三班六房的调整不太合适 所以呢 就把我点使房的那些老人 都已经调回来了 哎 大航 怎么了 大哥 这个徐大人 不是准备社坛求语吗 我看这个祭坛啊 你大亨杂货铺就给出了吧 大哥 我不 我不要 再说了 弄祭坛又没什么油水 我才不捡 没那么复杂 找几块木板 找几个钉子 砍砍砍砍 一钉不就完了吗 那至于安全不安全的 你自己看着办 再说了 你不是可以把这个 大亨杂货铺 这个招牌 都钉在这个祭坛上吗 对不对 这样的话 不就替你们铺子 扬不扬吗 行 我去办 去去去 徐大人哪 你看 快回去吧 喝口水 你这么辛苦 你这 坐坐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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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当日是如何记忆的呀 咱们两天的功夫 你就改变主意了呀 这叶小天的死党同盟 怎么都叼回来了呀 这能怨得了本县吗 如果当初不是你主动 请鹰上山调解 被那些山野村民扣住 本县又何必答应 叶小天的城下之盟啊 大人 您是一县父母百里至尊 你让他上山 他敢不去吗 他 你是不了解那叶小天啊 我要不答应他的条件 他真就敢抗领不尊 那是一头牵着不走 打着倒退的驴 大人哪 您看啊 我刚做完调整 没两天你又调整回来 您让下官颜面核存呢 这样好不好 我再做个调整 您看如何 不可不可不可 本县刚刚下令取消调整 招令西改 本县何以服装 大人要坚忍 那下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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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县城 这个时候啊 一定要忍辱负重 装敬自强 为官者 坚忍为上 该忍的时候 一定要忍 你想想那岳王勾剑 卧薪尝担 还有本官 大人 下官夫人前 曾有人跟下官说 左官只有两条路 要么踩别人 要么别人踩 像大人说的这种坚忍的说法 下官还第一次听说 可是 在你没有能力踩别人 只能被别人踩的时候呢 我 你是心甘情愿地被人踩 还是愤愤不平地让人踩 亦或假装心甘情愿地让人踩 这里大有学问哪 下官告辞 还是太年轻 左边 给我往上拉一点 对不对 是右边 右边往上拉一点 别跟他添乱了 左边 左边地往上拉一点 明明是右边 右边再往上拉一点 是 我出的钱 听我的 左边往上拉一点 罗大亨 右边往上拉一点 没事 右边是你 真厉害你没事 右边再往上拉 对 拉到他满意为止 好好好 好好好 满意满意 好好好 就那儿 就那儿 好 真好 真写下 徐大人 赶紧上台 绝食其语吧 百姓们都等不及了 徐县城 您要高台祭天 绝食其语 这大家伙 都为您助威鼓劲来了 是啊 徐县城 您这可是众望所归呀 大人 大人 县衙中事 自有本县与一众同僚 薄疑无虑 你就放心地去吧 不是 不是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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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大人 您不会让百姓们失望吗 我想方便一下 想方便 那儿行 恭请徐大人 上祭台 恭请徐大人 上祭台 恭请徐县 上祭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百姓们 听我说 徐县城啊 着实是为咱们考虑啊 在此涉台 绝食其余 这于公于私 都是为咱们百姓们考虑 不管怎么样 仪式现在开始 走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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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叶小天作对 究竟是对还是不对呢 这个人实在是太难缠了 徐伯仪只是对他稍录敌意 就被他坑得死去活来 如果当初我选择与他合作 不成 此人诡计多端 行事不寻常法 如果我不及早对付他 总有一天他会变成第二个梦险城 把我变成他手中的一个傀儡 你好 我天天教你说话 你怎么还不会呢 你好 男男男 夫人又在喂鹦鹉啊 老爷回来了 今天呢公事不忙 哭作无聊 我就提前回来了 对了 周班头和李云聪啊 我给调回来了 老爷 衙门里的事 可是老爷的公事 妾身只不过是一位傅道人家 只要打理好后宅就好了 老爷干吗要和我说这些事呢 你这叫什么话呀 老爷 妾身想去沐浴了 夫人 今天那天气不错 你我共同散散步如何 如果老爷喜欢的话 你可以独自去散步 妾身告辞了 来 快点 来 快点 赵头 这个地儿是我大哥住的 这会儿你给我干紫秀 这个 罗少爷 您就放一百心吧 今年呐 大旱 我和兄弟们啊 正愁着没生计呢 难得叶大人 赏我们一口饭吃 我们 敢不尽心尽力吗 知道就好 忙一忙 好嘞 好嘞 大航 大航 哎 工人们在那边 挖出一眼泉水 都有事吗 走走走走 哎 好嘞 好 走 走 注意啊 真沉啊这个 这边是 好 过来过来过来 帮个忙帮个忙 你说 这附点的山谷 哪儿是水源充沛的河水啊 那边还有啊 大哥不会是想 饮水出山吧 有点了解我啊 你帮我进香里 噢 这青云谷后面 倒是有一条大河 可是这个河道两岸 都是悬崖峭壁 引不出来 你说 只有水源那地方呢 不适合人居住 适合人居住的地方呢 有没有水源 还有呢 这老天爷 怎么这么会折腾人啊 啊 这个团就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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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不到我这院里就有水源啊 好凉快啊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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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又没了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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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是间歇拳啊 什么是间歇拳 这不 诶 诶 间歇拳呐 这个山林里有很多 时不时会喷出一点水 只要稍不留意 就会被它捉弄 诶 诶 大哥 要我说 咱们把路 就修在这个泉眼上 这要谁不知道一经过 一喷 多爽 对对对 就知道捉弄人 好嘞 好嘞 这天上不下雨 地上水源被浪费 多可惜 诶 对了 明天带我去看看 你说的那条河 嗯 诶呀 这大楼远的就请你躲 你急急喳喳 急急喳喳的 你 什么事这么高兴啊 老老 嗯 这儿有个金子 金子 嗯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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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小兔崽子 你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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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漫成 你也不要介怀 叶小天把你逼上高柴其宇 不过是逞一时之快罢了 如果他不能解决高黎两寨的纠纷 到时候不用你我动手 高黎两家的人 就能胜过了他 大人啊 没等着高里两寨的人声波了他 我就被活活饿死了 这个叶小天太狠了 他将让我活活饿死在这个台子上 你看下面 大人 那个小的尿急 大人请稍坐 去去就回来 想了徐伯仪 相识投名歇言 狐献献成朝廷命空 劝劳得如此地步 真是可怜哪 凡小娘 凡小娘 叶小天 劝劝 快捂点 这些财子